各位童心 我們現在開始上課 這節課由我們中立府莊名雄委員帶來演講 請掌聲歡迎 謝謝 謝謝 各位童心 大家平安 大家好 好 恭喜你們 在這個快執政的時候 你們剛來關到這個差不多 現在我們的人員還是不太夠 雖然說4000名差不多已經快到了 可是在中華民國政府裡面 現在的公務人員有幾個你們知道嗎 20萬 我們現在差不多 瓜林家差不多有4000名 4000名要分去 20萬人 一個人要做 50萬人的工作 所以 我們人員還是 似乎還是不太夠 所以我跟你們說 但是 4000個 來 台語聽不懂的 有沒有 台語聽不懂的 沒有啦 聽懂嗎 一半 OK 我 參差著講 現在 現在 是最後的關頭 等一下 我今天 要 給各位 稍微做那個 法理上的一個 總整理 初級班還沒有上的 初級班還沒有上的 好 很多還沒有上 沒有關係 我今天會把整個 我們法理上 所需要 那個 知道的 各位做一個總整理 讓你們知道這個法理上的 我今天要說的是這個 目前台灣 國際地位到底是什麼 要給各位 今天用這兩個鐘頭的時間 讓各位 曉得 台灣目前在國際上的地位 到底是什麼 然後我會中間會穿插著一些 那個 我們法理上 台灣的地位到底是什麼樣 讓大家 多一點深層的了解 台灣到底是怎麼樣 目前台灣實際上的國際地位是什麼 在這個陣情 我要和各位先看看 TCC是什麼 T 就是 台灣 細胞 細胞 government 細胞是 人民 government是政府 所以 用那個 第一個字 台灣 台灣 細胞 government TCC 我們以後說 我們這些是TCC TCC 就是 台灣民政府 就是台灣 的TCC 台灣民政府 就是台灣民政府 我們在昨天晚上開幕的時候 秘書長開幕的嘛 可是他都有一個 秘書來 請他代為這個 讀那個 我們的主張 我們的一切 可是 你們那個高級班受訓完以後 還有之前訓練在訓練以後 你們就是 以後被派出去 是 是 那個地方的 驅蟲出來 你不知道聽得懂嗎 是 政務官 是都 領頭羊 不是做事務官 是政務官 在政務官 你就要什麼 子償會議 是不是 都是你 你開幕一室 來 來 開明是 那都 現在 以後都要各位 我們上幾條歌 三條 三條 三條歌 第一條是 什麼 用2HG 用2HG 這個歌 是 當我們的 臨時國歌 因為這個歌 跟我們現在的促進 要差不多 所以 我們現在還沒有國歌 所以 你這個還沒有國歌以前 我們用這個 我今天還要解釋說 國歌的意義在哪裡 希望各位怎麼做 來 因為我們現在沒有國歌 沒有國歌 現在先用這條出來 做我們的國歌 每天在唱都唱英語 到底在唱什麼 很多人做到 職權訓練 每個人都受不了 到底那時候在唱什麼 不知道 我今天 翻譯做 這個大家看有的 來 這個 Excellent Song 臨時國歌 說這是我的土地 上帝給我的這土地 給我這勇敢古老的土地 當朝陽照射在 丘陵於平原上的時候 我看到了 這句最要緊 我看到了什麼 Were the children can run free 每一個國歌 每一個國歌 那些國歌 都一定要說就是自由 自由 這個很要緊 美國 國歌等下也會給你們看 都是要用 國歌 一定要自由 用爹爹就好 不要很長的 唱得很長 就這樣重點 才是越勃勃越好 好來 這個有 這個說一個海頭可 自由奔跑的地方 講人 free 像牽我的手 剛才我走遍這個土地 剛才我走遍這個可愛 不去拔的土地 我雖然是平凡人 但只要你在我身旁帶領我 我知道我將會變得更堅強 將這土地變成家園 如果 如果需要 戰鬥的時候 我將奮鬥 奮戰 將這土地變成自己的家園 即使奮戰致死 這是我的土地 這個出來的 翻譯起來的內容就是在講這 你們看不看 才知道 這條歌 我們每次在區域的競爭 都要唱這條歌 到底在唱什麼 到底是在唱什麼 內容是這樣 是好像是可以當做國歌一樣 我們要使這個土地 變成一個freely 自由的地方 這就是國歌的政情 我們立國的政情就是 一定要有自由 好來 第二條歌 是唱日本國歌 為什麼要唱日本國歌 為什麼 這塊土地是日本的 錯 這塊土地是日本天皇的 不是日本的 是 這個土地的 擁有者 owner 是日本天皇 不是日本 天皇 我跟你說 天皇那算是董事長 這個日本政府那就是總經理 那豬山不是總經理的 不是日本政府的 是日本天皇 這要 要很明確的曉得 這是日本天皇的土地 不是日本的土地 你說公司的 公司的 自宣 是當事長的 不是總經理的 說總經理就 比較不對 要說 當事長的 當事長就是日本天皇 這個土地 來 日本這個國歌 很早就有了 1914年 到1945 1945是什麼年 日本戰敗的時候 那時候 麥克阿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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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想讓日本唱他們的國歌 他都停下來 到1945年 到1945年 45到1999年 哇 這樣 他幾年沒有 40 40 40幾年 日本 不可以讓他唱國歌 麥克阿薩 美國好像很阿溫 不可以唱你們國歌 怕日本情形 叫復甦起來 所以不必讓日本唱國歌 是到1999年 8月13日 99年8月9日 國會跟他通過說 我們必須要唱國歌 國會通過以後 40幾年沒唱啦 到8月13日 唱到今天 那是幾年前 15年前而已吧 2014 1999 他現在開始唱國歌 唱10幾年而已 這個國歌 日本國歌 日本國歌30幾年 因為日本國歌 他就沒有說自由 這是天皇的時期 所以如果 國王 天皇的國歌 比如說 英國 的國歌 他也是在歌頌 無防萬歲萬萬歲 差不多 那是那個 日本國歌 那是那個 那個皇帝的 國歌 都是那個 那個什麼 在說 金字代千代 我成千元 親台生 這時候 在說 無防萬萬歲 差不多那個意思 三十二個字 三十二個字 金字代 佑華 很多人會唱 你敢有唱過 這個國歌 會唱嗎 不會 你好 三十二個字 很短的一個國歌 可是 全世界上 最短的國歌 不是日本 你們要是哪一個國家 不是日本 那三十二年 他 Kivin 和佑華 這個三十二年 全世界上 大的國歌 是誰 我什麼在這裡 吳甘達 吳甘達 他唱他二五秒而已 二十五秒就唱了 不用 沒半分鐘 二五秒 可是 我不能將他 都在這裡唱出來 因為 吳甘達這個政府 很特別 他有版權 我如果在這個公開的場合 唱他的國歌 我要去給他繳那個 版稅 你們回去 上網 去找 吳甘達的 National Song 國歌 去聽一下 看看 真的很好聽 但是 跌跌了就好了 真實真的很好 這個 你回去 大家自己聽一下 吳甘達 吳甘達 國歌 去你聽一下 他們的國歌 二十五秒就好了 很快 這是嘗試 我報仇 吳甘達 我把他搶 我把他搶 差不多 我把他搶 差不多二十五秒就搶了 來 這個美國 國歌 美國 美國的國歌 就是什麼時候做的呢 他們 還在 反抗 英國的時候 翻抗英國 那時候做的啦 所以這個國歌 這個 歷史背景 你如果知道 你會 你會說 你會說 為什麼美國歌 說那個什麼 炮聲隆隆 什麼什麼什麼 這個國歌 是在反抗 英國的時候做的啦 這是 他的原文 我們都唱那個 Oh say can you see let us draw early light 但是 我們現在用 我們看有的 來 Oh 你可看見 透過一線曙光 我們對著什麼 發出翻呼的聲浪 隨著 擴調民心 冒著 一夜的炮火 這樣 是怎麼開始在炮火 背景就是 他還在跟英國 戰爭 依然 聽著招展 在我金碉堡上 火炮閃閃發光 炸彈風風作響 他們都是見證 國旗安然無恙 天空起來說 欸 我爬了嗎 碰 天空起來 我們的國旗還在那邊 他這個國歌是在唱這樣 你看這星條 還不是高高的飄揚 在這 那個國歌都會說到自由 在這自由的國家 永世的家鄉 美國國歌就是在 你如果知道 歷史背景就是這樣 所以 泡聲隆隆 什麼什麼 那就是我們 跟英國在社群 什麼什麼 戰後天空起來說 喔 又旗子又在 這是 在這個勇士的家鄉 自由 很要緊 國歌都要強調這個 自由 基督教 拿手 看看 好 沒有幾個 這個台灣淬親 是基督教好像以前 好像 一直把他當作國歌一樣 這條做很久 這條 這條 1993 什麼人做的呢 這個很棒 蕭泰人 我們台灣人在世界上 很有名的 現在在美國 很有名的一個 一個 音樂家 蕭泰人 他做的 阿哥 歌詞是這個 鄭兒育牧師 鄭兒育牧師 大家聽到鄭兒育牧師 你們都聽到 這是台南神學院的一個 退休的教授 一個教授 一則 這條歌 已經唱了差不多20年了 都拿了什麼 可是 我們在審的時候 這個還不夠格湯 這那個 我們的 台灣民政務的國歌 因為 他的時代背景不同 所以 所以沒有把心宅做 做國歌 我把這個 這個作者 蕭泰人說 欸 老兄 再幫忙做一條 他說他沒辦法來 他現在身體 很不好 他兩年前有回來 有回來 這個 他 他這個在輪椅上面 這個在輪椅上面 他 2012 兩年前 10月多 有回來台南 他找我 四、五級 我拜託 他說沒辦法 他現在 在洛杉磯 在洛杉磯 常常進出 加護病房 他是 死到癌 然後 整個 我拜託 身體很不好 所以他跟我說 欸 你們要做國歌 你們就要去找別人 他沒辦法 再幫我們 替我們做 我有拜託說 做 是 所以 我在這個 這個高級班 在上課的順序 我都會向他 說 拜託 你們這 每一個人 你們有那麼好朋友 他音樂 音樂不錯的 拜託他們做是 上來這裡 我們會審查 其實現在還沒有決定 我們的國歌 到底是哪一條 雖然有人送來 比較少 少 還是盡量的心渣 你們如果有朋友 會音樂 時間還長的 你們慢慢 慢慢 請他們慢慢做 足劇 這些足劇 有時候靈感來 那是靈感的 不是靈感 這國歌應該要靈感 做出來的歌 比較感人 來 要做這個國歌 這個作業 我剛才一直在說 這是自由 這個自由 咦 這是什麼 Command Wales Command Wales 的 台灣的 台灣的 翻起來就是說 幫聯 還是聯邦 我們 台灣 最終 能夠 成為獨立的 新而獨立的國家 對嗎 最終是什麼 幫聯 還是聯邦 要翻起來做幫聯 可以 要翻起來做聯邦 可以 還是跟新人做幫聯 天龍 會腳 兩個 一個是日本 一個是台灣 兩個而已 大英國學幾個 五十幾個國家 一個 女王 下面 五十幾個國家 我們台灣 能不能成為獨立國家 有可能 有一個可能 有一個可能 就是 日本天龍說 放你走 讓你走 讓你走 因為這到底是他的 他如果要 好 讓你動力 也可以 可是 不會 因為你看那個 叫那個 那個 流球的那個模式 看來 日本天防部會放棄台灣 還要走 一個行為 要回去 他要背美 台灣是他的土地 現在 等一下 我會再說 是怎麼美國 會能夠占領這個 日本 日本 美國 為什麼可以占領台灣 是管理台灣 占領台灣 這是在 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 就是我們合約寫得很不容易 我等一下 詳細 詳細再解釋 是 Command Wales 我們 大家觀念都不錯 不可以成為 獨立的國家 因為 土地 又是 日本天龍的 所以你沒辦法 沒辦法 獨立 以前不知道 都說 成為台灣 台灣獨立 新獨立的國家 打 那都在選舉議員 說得聽到 聽到會爽 說 欸 啊 思維上是不行 那 英國 英國 國歌 他也是在歌頌 他們 萬壽無疆 生意 什麼 天佑 什麼 什麼 大英國 那些是54的 Command Wales 54的 我們 白雷是兩個 台灣 和 日本而已 你看大英國 那些是54個 比如說 加拿大 澳洲 紐西蘭 很多很多都是 都是那個 大英國是那個 國家嘛 加拿大 澳洲 然後 紐西蘭 紐西蘭 天佑 紐西蘭 他的國歌 在這 主宰這個國家的上帝腳下 因為愛我們在此相聚 願上帝保佑我們的 自由 自盡 國歌都是在 就要有這個 自由 在說這個 我 舉這些例子 讓你們曉得 你們好朋友 你要告訴他的時候 你說 要成為國歌 一定要有這個 自由這個 主題 所以 如果有好朋友 可以讓人 加上這個 自由自盡 現在有陸續有人 上來 上來我們這裡 我們要不 要不審查 來 這個 本來是主席要的 前面開始的時候 我們秘書長 拜託 十幾趟 拜託 拜託 你們 你們開花 這換你們 你們是當 行政官 政務官 要不要出來 你就要讀這個 我們現在 來 一起來 檔一下 我們有兩個主張 愛有兩個立場 來 第一個主張是 什麼 來 大家 這位的 依據 公法實現台灣地罪正常 第二個主張是 遵守國際法 包含 萬國公法國際戰爭法 舊金山和平條約 來兩個立場 第一個立場是 暴力和武力 是使各種方法 使流亡中華民國結束在台灣的佔領 最後一個立場是 對中國殖民進權 就是流亡中華民國政府推動事務 不合作也不配合 不合作也不配合 那是叫你 不能去對抗 你就不需要對抗 我們要接政權不是向 中華民國政府接政權 我們是向美國來接政權 所以我們不用去跟中華民國 去修正 要叫你去當炮火比較快 我們不是向中華民國接政權 我們是要向美國接政權 美國軍政府 美國國防部軍政府接政權 美國政府要自己去處理中華民國 不是我們去革命 如果革命你也當烈士 我們不用當烈士 我們是做什麼 市長有說嗎 革命的什麼 先行者 對 我們是革命的先手 不要去當烈士 烈士就沒辦法了 我們是要向中華民國接政權 我們是要向美國的 USMZ 我先坐 我們要派他 這個機構有夠多,有夠多,有夠多, 做到,我們現在4000個,你看看, 一個地方比如說我說,好來,故宮博議院, 派,我們現在派的這個幾個, 這個是9個表,我們現在新的還做出來, 內閣編部,消防總局,內政事務所, 內政部事務所,還是消防總局, 派這三四個去,我保證齁, 如果派你去一禮拜,你絕對, 共共黨回來,兵票回來,你沒有資料可以, 所以在這個狼憲借的中間,我是希望說, 本省市長也一直在說, 你今天受訓完啦,你得到證書啦, 你怎麼派你去,你自己去,我們四月, 還可以什麼,你再找人來受訓, 要派你作為派出去,可以這樣, 派你作為派出去,你如果去做什麼, 對的國會員什麼什麼,沒有派你作為, 我們可以幫你辦派說,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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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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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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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那個,那個,那是好朋友, 再來受訓,然後,看你一起, 派到什麼地方,可以,可以, 做這種,做這種,策動啦,齁, 我用這個出來,你看,要派得很多, 那個,機構啦,什麼國土交通委員,高山, 支援環政衛生,然後後生省就是衛生部嘛, 教育部啊,國際事務啊,外交部啊,什麼, 很多很多單位啦,齁, 我阿哥,齁,實在太多了,齁, 那麼多的資缺,我們這個人也不夠,齁, 所以,秘書長說,欸,很快我們就要執政了,齁, 我聽說都要奉養,你,你,什麼, 沒有人能派啦, 啊,派出去一定大家兵費啦,齁,一定大家沒有那個, 不會有那個,沒有那個, 不會有那個材料的地方去, 拿那個網絲去,去,去做啦齁, 所以,我用這個表出來的意思就是, 說,資缺很多, 還是要你們在找, 同伴去,去,一個地方齁, 你,那些人,幫你做回去, 這樣比較够爛啦齁,齁, 你看,這台,很多啦,很多啦 這現在新的出來的那個,內閣的那個新的,這是新的那個,我們要成立的部啦 參議院有31個,眾議院77,各位各州的參議員、眾議員 你們燒分後也有很多開店 燒分後也讓之前訓練又完了以後,你們可以派 現在大家都派到差不多啦 各位議員參議會,現在中央的地方的新的州 都有很多啦,下面還有郡的,郡的工作人員,郡的議員 現在新的,新的,很多啦,我要給各位看,就是說 要派去的地方很多,可是我們人員還是不太夠啦 人員不太夠 我們還有特別一個,黑熊部隊,這就是維安部隊啦 維安,差不多會去接,建設局去那裡啦 來,來,進入我們的主題 台灣,實際的國際地位到底是怎麼樣 台灣的實際國際地位 有六個可以說要解釋說台灣的國際地位到底是怎麼樣啦 我今天,因為時間也不太夠齁 我只有講這個二、三 二、三、五、五、六 好,台灣第一個就不講啦 第二個,我要來講第二個 台灣的國際地位 台灣不是國家 我們以前聽到這個齁,很不甘願 為什麼台灣不是國家,聽得很不甘願 但是事實上,國際上的認知就是台灣不是國家 這誰說的呢 鮑威爾 美國國務卿 他這個要做國務卿以前 他是什麼,什麼,什麼,什麼滋味你知道嗎 鮑威爾 對,中東戰爭就是他主導的 打贏,這就是鮑威爾 他是中軍啦,最高統帥 要中東戰爭一陣 他打贏中東,喔,正了 他回來就領著,做國務卿 他說什麼 他說,台灣不是國家 台灣不想有國家主權 中華民國,他也說不是國家 中華民國也不是國家 美國對台灣有管轄治理權 他說的 美國對台灣有管轄治理權 他說的 都沒說得很清楚 聖子宮對哪一條 取消了 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 就是九星山和平條約 第23條,誰 九星山和平條約的23條 嚇公 美國 文政府有管理人在台灣 我給各位整理一下 我們就近上合約 要知道三條 很多條 你們記起來要知道三條就好 2B 2B 2B是什麼 日本放棄台灣的 管轄權 2B什麼 日本放棄台灣的管轄權 來 4B 三條 第二條是4B 4B是什麼什麼 USMG 剛才我講到USMG是什麼 US就是美國 MG 一隻 Military government 軍事政府 美國的軍事政府 在 會死美裡面 聲說美國要承諾的機構 就是美國軍政府 來 最後一條二十三條 二十三條聲說 美國是Chief Occupying Power 就是主要佔領全國 二十三條聲 美國是台灣的主要佔領全國 聲得很明顯 所以我們具有台灣的地位 這三條可以跟我們 我們要了解 這三條記得二V 四V 還有二十三A 都要記到 我們跟我們這三條 就知道台灣的地位 國際憲勢是什麼 美國在說中華民國政府 現在沒有說中華民國政府 他說什麼 台灣治理當局 或者是有的美國官員 喜歡用 Chang Kai Sheikh Group 蔣介石集團 他還在說蔣介石集團 因為實質上 古今三後面 二十三條寫的是怎麼樣 美國是主要佔領全國 美國委託蔣介石集團 來代為管理台灣 我告訴他 那個狀況是 美國 是主要的佔領全國 他委託蔣介石集團 來代為佔領 就是我這句話說 蔣介石集團 是次要佔領全國 主要佔領全國 是什麼 美國 台灣 就是台灣治理當局 美國都用台灣 他沒有說 Republic of China 因為Republic of China 在世界上已經 死亡了 沒有這個國家 沒有那個 Republic of China 沒有啦 台灣治理當局 會卡這句 來 大家看 Chinese台北 翻譯作什麼 Chinese台北翻譯作什麼 中華台北 對不對 我們現在讀到那個運動會 是去參加隊 都用Chinese台北 我們警告他都不知道 欸 為什麼才會用Chinese台北 那個 中華民國政府 他也乖乖的 他如果可以用Chinese台灣 他不知道多好 我以前不知道的時候 怎麼用Chinese台北 要不然用Chinese台南 還是Chinese台中 Chinese高雄 為什麼沒有用這樣 很不甘願 說 只有你們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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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他沒有用Chinese台灣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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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世界公法裡面 流氓政府只能用 City的名稱 蛤 城市 蛤 他也可以用Chinese高雄 可以用Chinese台南 Chinese台中 都不能用Chinese台灣 你聽不懂 這是國際法 那以前是 二四戰戰的時候 法國滅亡 法國政府 跑到英國倫敦去 所以他叫做 法國倫敦 他叫做法國倫敦 他不能说法国英国 不是要用city的名字 听到吗 那说韩国 二次大战 韩国是韩国 他流亡 走来上海 叫做Korea Shanghai 只能用city的名字而已 所以他能用city 说Chinese 台湾 自你当时不太痛 台湾喜欢 刚才可以用中华台北 台北比较大 所以就用中华台北 实施是什么 中华台北中的国家离 没去 都简称而已 来 中这个Chinese government in exile in 台北 来 这个exile 大家坐在一起 ex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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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亡 流亡 啊 government 是政府嘛 啊 Chinese的政府 流亡在台北 來 exile 如果日本法音 日本人的法音 特製 exile exile 正式的美国法音 exile 你要说exile 也可以 那是日本法音 exile 应该是 Chinese government in exile in 台北 咧 啊 中华台北 中华台北 不是中华台北 中华台北 中华民国政府流亡在台北 中华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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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一個一個一個政府 到不是自己土地的地方 叫做流亡 啊 啊 所以Chinese台北 中华民國政府流亡在台湾 那標示 台湾也是他的 喔 這理論 你慢慢會體會 台湾是不是他的 不是 不可以說 以流亡來 所以 欸 台湾說得到 世界法 怎麼說 都不是中华民國的 喔 這大家會理解嘛 為什麼 他不想用Chinese台湾 他就要用Chinese台北 因為那個土地 不是他的 他在不在自己的地方 設立政府 那就是流亡 喔 欸 所以台灣 在世界上 啊 他只說台灣什麼 我等一下會說那個 那個開羅宣言 什麼什麼 開羅 我等一下會結束給他聽 那都沒什麼沒吃的事情 很多 我會說得更少 他來到這裡是已經 對 不是自己的地方 所以他叫做中華民國流亡政府 在台北 喔 不是在自己的地方設立政府 叫做流亡 喔 中華台北一詞 就是中華民國流亡政府在台北 中華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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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是這個原因 喔 我在說他能夠 用那個中華台灣 整個台灣都是他 那些不太好 他就沒辦法了 沒有 人家世界公法 都 這個 這個是毛衛 對喔 他在西米順的 日空公室年月 October 10月25號 在in a press conference press conference 就是記者會 他在北京說的 他說台灣 不是獨立的 台灣不祥的主持 為什麼 他在這裡說的 他在那個記者會 在北京的時候說的 第三個我給他跳過 來 說第四 第四 這是那個美國的衛生部長 美國衛生部 又包括那個公共服務部 你看看這個小姐 這小姐是相當有來頭的 他以前跟歐巴馬做會 歐巴馬在做酒店 他在做酒店 他是Kansas的酒店 他做Kansas 他是Governor of Kansas 從2003到2009 他也是州長 要州長 之後 歐巴馬跟他 變成他來做 那個 那個 部長 做這個部長 那個衛生巻公共服務部的部長 他這個人 他的來歷是 他為他做酒店 他在什麼時候說這裡有的 他要說話 這個 他說 他在什麼時候說 他在 在2011年 5月17號 美國衛生部長 Caslin Caslin Civirus 比 日類瓦 WHA 什麼叫WHA 您知道嗎 蛤 世界衛生巫叫WHO 啊 啊 WHA 是什麼 沒關係 我等一下 我等一下 跟我們街市友請做 WHA 啊什麼叫WHO 那不一樣的 齁 來 他在這個 A齁 A就是Assembly 會議 啊O呢 O就是Organization 機構 啊WHO就是 世界衛生組織 啊Assembly A WHA就是 世界衛生 大會 A是Assembly 啊所以 WHO一天開一天會 是5月 第2禮拜後 開一禮拜 這個禮拜 這個禮拜 叫做WHA 齁 所以 你如果看到WHA 就是在說什麼 就是在開禮拜 那個禮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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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做WHA 我們去那裡 要證明說 台灣要日 日 那就是要去開禮拜 的地方 跟 抗議跟什麼 我們要日 連WHO 在WHA 中間 去抗議 啊你大家聽到這個意思嗎 這就是WHA 正在開禮拜 的聲 我 沒關係 他以前說什麼 我們以很親自 向世界衛生主表明 他這個 日空抗議 5月17日 那時候 那時候 剛才 中華民國 有一個 不建設的 那個 衛生書 中 你看 我可以進去開 以前都不可以進去開 他那時候 他很厲害 可以進去開 原來 這個案子 人家說 他是代表什麼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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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你看 大家都不可以進去 結果 是代表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臺灣 你看 我有 不建設 一千年 臺灣 是熟中國 那 不然 他這個 他說 我很清楚 我很清楚 向世界衛生主持表明 而我認為 美國的立場 是現在 沒有一個 聯合國 只持有片面 決定 臺灣地位的權利 你們聯合國的會員 沒有一個人可以說台灣 只有你們別可以說而已 沒有 他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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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說 經過苦經事 23條 是 台灣是我們美國 美國 美國 主持人 他如果說清楚 對 事情都開拐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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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的地位 美國人都說一半 他不說最多 那時候 那時候說出來 我們 整個台灣就知道 我們是美國 主持人 是美國主持人 等下我還有很多 你們聯合國 問一個 主持人 沒有辦法決定台灣地位的權利 那個台灣的地位的權利是 舊金山和平條約23條A 聲說我們美國是主要佔領全國 大家理解 他要就是他經過這個 舊金山和平條約說的 這個克什人這個小姐 他今年下過四十了 是怎樣呢 是怎樣四十了 這個歐巴馬 美國總統歐巴馬 一直要推行全民健保 你知道 美國的全民健保的機構 健保值有幾個 你知道嗎 最少五十個比較多 差不多要幾百個 台灣健保值是 你要叫美國那五十個一百個 把他整個 整個有可能 很失憂 所以他失憂不來 他為了這樣失憂 這個 這個克什人 我們 一個黑暗 他為了 一個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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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上下 我要先上一招 有 要是怎麽不惜返到的 有啦 有 我现在就变得了 你又瞧左边 来 现在 那个2014年6月9号 这个Cathlin是这个 参加Sylvia Marshall 参加小姐 这小姐来做部長 他等这六月 等会玩了 这个Cathlin已经落台了 他全面健保 实行不出来 好来 我来 刚才在说的WHO 跟WHA WHO是 WHO就是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就是世界卫生主持 我们都知道WHO WHA是World Health Assembly 世界卫生大会 所以一年是五月 第二星期之后 那一星期 都在开WHO WHO 大家知道吗 所以 人家说到WHA就是 在开台湾的时间 每年五月 在开的 WHA WHO 我 那我 我如果去日内瓦 我去五六年 六年 一星期六年 因为 都为了台湾要交入联合国 我以后回来 我跟秘书上说 都很厉害 你这个理论 不然以前出来 我们知道台湾不是国家 就不能交入了 我就不用聊六七年 都聊主委员 都主委员去瑞士 特党去 以前去 第一次去 那个 长老教会总会派我去 我去看他们情 图醒者现在就交予管中那些 我都做回去 他 他就 去抗议 抗议 这样 等他要开火 之前拜 再去 因为拜的 到中途 我开始开火 他就知道 等他回去了 头前 去抗议 我过年去 我认识说 不对 过年我就带一些 我们里面的 一星火星 要唱歌 住管风神 什么时候去 去那边请愿 唱歌 台湾全生日 台湾全生日 一直是 We shall return 那时候 马克阿莎 要回到菲律宾 说我们将一定回来 现在 都唱 那如果记者来 我们就开始在唱 那记者走 说 诶 大家唱一首记 诶 诶 诶 如果记者再来 要来 我再冠 我再冠 诶 来 来 记者再来 六七年 诶 现在才知道 诶 丟臭了 台湾不是国家 只去那里聊 就不行 那时候 现在 那个 市民市民 又在说 要去联合 纽约 联合国总部 要去 拔联合国 哎呦 台湾不是国家 你怎么 你 要怎么拔 拔联合国 没有啦 你是要用什么名義 拔联合国 要用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是 去啦 不行 啊台湾呢 要重返联合国 台湾要加入联合国 没有啊 没有加入过啊 啊台湾又不是国家 你怎么加入联合国 也没办法 我都够了 我才是够了 够了 纸 我以前去联合 联合同样的 会特装 好啊 来 你们现在知道 那个WHA 哦 这就是 这是那个 联合国的 WHO里面的会议厅 啊我 一家是 旁天市 旁天市是四楼 啊就 今天 在一起 早上就去拜旁天镇 拜后 开始去 去广场那 那个广场 不知道 有人去瑞士 有一个三咖椅子 我去瑞士的 我知道那三咖椅子的吗 你们家都不去瑞士 瑞士有一个广场 三咖椅子 是因为当时要纪念那个 那个 被地雷 炸死的 很多人 所以他们反对说 医療 十岁不可以有地雷 那种东西 是三咖椅子 那就是联合国的 中非的 陶建 在瑞士 日内外 的陶建 在那 那个 那些 我都在那 这个办公厂 是在 陶建 我 去 这是四楼的 旁天市 四楼 那一年 那一年 刚才 SARS 你知道吗 记得记得 SARS SARS那一年 2004的样子 那当 因为 中国的卫生部长 他的名字叫做高强 单名叫强 高强 他起来演讲 演讲什么呢 我给你们听 我才是有那个 记得 放下来 要十几分 他说什么 台湾和我们血脉相连 血脉相连 台湾人的医疗 是我们在提供的 台湾的SARS 是我们在指导 他们如何防SARS的 我们的健康 都在抗就对了 台湾人的健康 是我们在照顾的 你听了什么 会被吹吹吗 我听了什么 被吹吹 我让死 我让死心 站起来 我让他用意 他说 Li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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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言 方言 对了 Liar 我直接 他抢下来 抢下来 结果是怎样 保抢下来 保抢下来 要把他抢下来 保抢下来 保抢下来 他尊重我是医生 别人都抢下来 我有好够 再穿白衫 我口罩已经抢了 再来坐 没把他抢下来 没把他抢下来 你看这第一半抢下来 你们后面看有 我 WH 是什么 A 你就知道这个A是什么意思 大会 你们现在知道 你后面就知道 WH A是什么意思 你需要说 世卫庞氏以上抢下 新楼院长 红的 因为 刚才两个 在报纸 中国时报 跟中华日报 第一半报到我 我一声 讲头版新闻 第一半的 版头 就是为了这个事 我去他抢下来 什么把他抢下来 你看 抢下来 2004宣答团 这是台湾教会公报 里面有在说的 像那个 发生 来 这是 这是以上是在那个 WHIA上 美国的卫生部 中华日报 Cathleen 在那里 在说 你们大家都没管理 他说台湾的 台湾的 台湾 只有我美国 可以说而已 那个 他的宣言说 你们都没有权利 仔细是这样 我用这个 来 还有一个 报道 这个要看 这个 2013 我们昨年6月9号 我们大家看到都没什么注意 6月9号 6月9号星期日的一篇报导 这个报导是对 美国的报导 翻了过来 翻了这里 自主时报 这自主时报 是怎么美国才会报导 这 因为那时候 那个习近平 要去访问美国 这个美国 要讨论台湾 这个疑惑 所以这里美国 他就想想说 哎 哎 先让他知道台湾不是他的 他中 二次大战很多的机密文件 解密 报出来 从美国报出来 报什么呢 你看 那个 美国中央全报局 从1949年 选写的机密文件 台湾不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 法律地位 什么 这都解密 那时候二次大战的 那个机密的文件 都解密 在报纸 发出来 来 这 发出来说什么 台湾在法律上 不是中华民国的 也不是中华人民共和的 信很多 但是 有一条 我们都 没去注意到 这最后一笔就是 有没有 未正式承认台湾被中共 被中拼入 不然不是中华民国的 也不是中华人民共和的 台湾是什么 谁啊 谁啊 来 大家坐一趟 台湾的 法律地位 人是 被占领的 联徒 说得很清楚吗 台湾是什么 台湾还是被占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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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我 港医不好 我再说一下 台湾你知道 那个 WTO WTO 去参加 说要关税领域区 我们各位用什么 用什么 用什么名字 在里面的 独立 关税领域区 什么叫做独立 关税领域区 你都知道 独立 关税领域区 就是说被占领的土地 收集团的关税 叫做独立 占领区 独立关税领域区 那时 蔡英文是做 行政业的 付业 出于WTO 几个月 开开了 美国说 你用独立关税领域区 就能够加入WTO 蔡英文说 好 可以够加入 欢迎要死 回来 你店员问 是什么 他说 他说 叫我用独立关税领域区 就能够加入 好 大家怕不怕 好 台湾可以加入 国家组织 WTO 事实上 如果说清楚了就是 台湾是什么 被占领的地区 不可以用独立关税领域区 这个名字 中华台北 中华流行政府在台北 独立关税领域区 就是被占领的土地 所以我说这个大家更清楚 台湾的法律地位 还是被占领的土地 台湾的法律地位 这都 要不然要公平 他做成公平 我们就翻转了 都没在公平 台湾的法律地位 仍是 被占领的领土 这个大家听起来 我都知道 事实上是这样 好 来 那个 我们的 我们在网站里面 有一篇歌 One China Policy 小蔡拜托 One China Policy 让各位看一次 这个用言语讲的 但是下面都有 那个 翻译 大家注意看中文 了解 Understanding the One China Policy 了解一个中国政策 Many professors researchers 计划 计划 academics and even members of Congress are confused about the subject of China Some people who profess to have thorough knowledge of this entire matter are quite vehement in claiming that there are two Chinas We are forced to ask Why does the U.S. Executive branch insist on saying that there is only One China Let's go back to the year of 2004 testifying before the Hou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 Committee on April 21st 2004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James Kelly was asked to explain the underlying Rationale for the One China Policy He was unable to do so Unfortunately from 2004 to the present no U.S. State Department Officials have offered any further detailed remarks on this important issue this is very puzzling to many people In fact the U.S. Executive branches insistence on One China Can only be explained by reference to a branch of International law which is largely unknown to most civilians that is the laws of war and their subset the laws of occupation with no knowledge of this branch of law most persons assume that the dispute over two Chinas arose due to the Chinese civil war of the 1940s however this conceptualization of the subject is in error more accurately the Taiwan question must be understood as an issue left over from world war two in the pacific looking back at the history of world war two many of the so called China experts seem to acquiesce to the idea that Chiang Kai-shek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could define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October 25th 1945 Japanese surrender ceremonies in Taiwan anyway he wanted at those ceremonies CKS military officers said that the sovereignty of Taiwan now belonged to China and proclaimed Taiwan retrocession day under the laws of war however which include the Geneva conventions HEG conventions and other established international precedent such an explanation is impossible the surrender ceremonies only mark the beginning of the military Occupation the conqueror has the right and indeed the obligation to conduct the military Occupation of conquered territory to delineate any transfer of territorial sovereignty a formal peace treaty is necessary all military attacks or at least 99.5% against Taiwan in the World War two period were made by US military forces but General MacArthur delegated the administrative authority for the occupation to the Chinese nationalist under CKS Japanese sovereignty continued after October 1945 since the 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 did not come into effect until April 28, 1952 notably the SFPT designates the USA as the principal occupying of the Russian power with the above information we can quickly make three important observations first beginning October 25th 1945 the ROC was only exercising delegated administrative authority for the military occupation of Taiwan second in December 1949 when the ROC moved its central government to occupied Taiwan it was moving outside of the of Chinese national territory third with the coming into force of the peace treaty in 1952 the allies have disbanded however the United States i.e. the 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 has assented tacitly or otherwise to pre-existing arrangements for continuing the military occupation of Taiwan in other words the ROC is serving as a proxy occupation force for the USA in addition to maintaining its status as a government-in-exile at this point two questions may be asked number one is Taiwan a part of the ROC number two is Taiwan a part of the PRC in fact the US executive branch has never recognized the forcible incorporation of Taiwan into the territor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o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ence the answer to these two questions should be very clear relevant documentation is as follows Taiwan is not part of the ROC in the case of shung versus Rogers DC circuit october 6 1959 quoting from official pronouncement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he judges held that the provisional capital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has been at Taipei Taiwan since December 1949 that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exercises authority over the island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at the sovereignty of Formosa has not been transferred to China and that Formosa is not a part of China as a country at least not as yet and not until and unless appropriate treaties are hereafter entered into Formosa may be said to be a territory or an area occupied and administered by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but it is not officially recognized as as being a par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is not part of the PRC in the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eport China Taiwan evolution of the one China policy dated July 9 2007 the following points were made one the United States did not explicitly state the sovereign status of Taiwan in the three US PRC joint communiques of 1972 1979 and 1982 two the United States acknowledged the one China position of both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three US policy has not recognized the PRC sovereignty over Taiwan four US policy has not recognized Taiwan as a sovereign country and five US policy has considered Taiwan status as undetermined in conclusio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founded October 1 1949 in Beijing is the sole legitimate government of China Taiwan does not belong to China nor is it an independent entity Taiwan is an occupied terri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oes this mean that Taiwan belongs to the United States the answer is no Taiwan's legal status is a type of quasi USA trusteeship under military government within the US insular law framework hopefully US executive branch officials can be more precise in explaining the underlying rationale behind the one China policy in the near future 要不要注意看 要不要注意看 現在 USMG在美國裡面有 也有 來 我又跟各位介紹 這個 我們TCG 我剛才講TCG是對 台灣細胞government就是我們這個 它的點名是什麼人 USMG 來 USMG的點名是什麼人 對 美國國安部 啊 點名 比較總統 所以我們的直接上司是 USMG 不是 不是department of state 不是 國務院 我們的直接上司是 國安部的USMG是我們的直接上司 不是在國務院 我們跟國務院 行政要 為什麼 無關 所以在說要去國務院 你是什麼人 你還不是還有一些核心的 人家跟USMG說 他是我們的上司 所以TCG 你有沒有看到這個TCG是怎麼 我們做到這麼多 中華民國政府不敢跟我們 因為 我們的點名是 有 USMG 的核心 所以 他不敢 核心 核心 USMG 你如果說TCG 台灣 government 他要來找你 就是要來找你 你是為什麼台灣政府 台灣政府不是屬USMG的核心 台灣政府 是一個獨立的機構 中華民國政府 如果要找你 麻煩把你抓 就把你抓去 那是怎麼告證 他都不敢來 你做你來 不用怕 我們的點名的保護者是 USMG 他讓我們做扣核 他沒有資料 他把我們抓 有 知道這個意思嗎 所以 不可以說台灣政府 台灣政府 台灣政府 兩秒 三到四 真的 真的是這樣 我 那個 這本來我有 我有翻譯做這個 中央的 都翻譯做那個 那個 來 我吃那個 Emasy credit 提供資料 有一個叫做 USMG TW 美國軍事政府 台灣 美國在國安部裡面有這個 有這個單位在 不是我們黑白去創造的 在國安部裡面有一個 USMG 台灣 TW TW就是台灣 台灣的感謝 感謝這 TW 所以這段我們看來 我們就不用說 這段 是剛才那裡的 他說的 有的全部的翻譯 我給我翻譯給 我們就看本文說了 台灣 is an occupied territory TW is an occupied territory TW is 領土 of the USA 台灣是美國的 占領的領土 是占領區 people on Taiwan 什麼意思 你是不是people on Taiwan 你是嗎 不是 你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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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ople on Taiwan 我是 我哪裡台灣 當然是 people on Taiwan 一個不同的所在是誰 插個解釋書而已 people of Taiwan 就是 你是不是 people on Taiwan 是 可是 你也是 people on Taiwan 對嗎 這個要 這個要清楚 people on Taiwan 就是說 哪裡台灣的 人 叫做 people on Taiwan 馬英九是不是 people on Taiwan 是哦 馬英九還是 people of Taiwan 可是 他並不是 people of Taiwan people of Taiwan 我們就是這樣台灣人 所以 馬英九是 people on Taiwan but he is not people of Taiwan 大家清楚 美國的台灣關係法 那個台灣關係法 在對的對象是什麼呢 people on 台灣而已 住在台灣的 人 美國的台灣關係法 是在對這裡人而已 不是特別在對我們 people of Taiwan 我們是這樣台灣人 他也是 台灣關係法 是對整個住在台灣的人 people on Taiwan 住在金銘馬祖的 有關閉台灣關係法嗎 沒有關閉哦 你住在金銘馬祖 跟美國的台灣關係法 一點關係都沒有 所以大家現在搞 people on Taiwan people of Taiwan 是天三地 我們大家的認爲 雖然查一個 解析詞 但是 我們都是 people of Taiwan 也是 people on Taiwan 所以我們現在會清楚 people on Taiwan 跟people of Taiwan 台灣的意思在這裡 插一粒而已 還是天三地 來 重要的觀念要理清 在這邊在後面 條在這裡 日本預計2B放棄 台灣的領土 管轄權 這就要討論 這就要討論 記憶情做 不是放棄主權 是放棄管轄權 我是這間公司的黨首長 說這間公司 我沒有管理 可以跟人家打電話說 換你來管理 你 我換你來管理 日本就是這樣 他放棄 管轄權 他不是說這間公司 我沒有 台灣我沒有 不是 他是放棄 台灣的領土 管轄權 這很危險 他說 日本就放棄台灣 他是放棄 放棄台灣的管轄權而已 我們到後 再抬起來 台灣就 不能被割離 因為現在 台灣是日本的 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在英語講的就是 territory就是領土 我們現在 特別有形容詞很多 固有領土 還是神聖不可分割 那都是形容詞而已 領土就是不可以割讓 領土 territory 絕對不可以割讓 來 美國則基於政府 日本的事實 有權之行 對日本 台灣領土 暫時占領 再來 EG article 23A 有權利取得 日本放棄 台灣的 領土管轄權 所以現在台灣領土的管轄 管轄什麼人 美國 美國就是委託 美國 總統委託 郭文博 郭文博的 軍事政府 USMG 在管 我們現在是 縮 USMG 會開 TCG 哦 來 加一個很要緊的觀念 讓各位知道 台灣 台灣 是要實施 autonomy 就是 自制 不是要 自覺 自覺 Self Determination 就是自覺 台灣不可以主管 因為 是日本的土地 如果人民體 就可以做主管 日本的領土 你不能自己主管 我們沒有那個管理人主管 所以 如果說到 現在美國府在說 要讓台灣自治 哦 那個 大家 那個 台獨啦 民進黨 大家反應 哦 台灣 美國要讓台灣自治 那就是要讓台灣民進府來主治 哦 不是要讓你主管 不是什麼 自治 所以分合情勢 台灣可以 autonomy 自治 不可以 Self Determination 不可以主管 來 這個 寄好 台灣可以主治 不可以主管 因為這個看起來 這個土地 是日本 日本田農的土地嘛 所以 不可以 不可以去做主管 人的土地 你要怎麼自己做主管 我們這間公司 我們裡面的人說 好 我們來主管 我們自己的好嗎 他打到 這是當時中的 你自己的好人的 你下面的人怎麼可以說要來自己決定 哦 說 頭髮 我們現在回來 要說清楚 我們頭髮會理解 這是非常重要的戰爭法裡面 來 不然台灣這塊土地是誰的 台灣是哪裡台灣的人的 對不對 叫 我 我 我在台南最近去滾 那個 浮潤鞋 演講 我如果說 這句 台灣是 住在台灣的 人叫 一百還一百還拿手 百八還都拿手 當然是住在這裡 他們都想 台灣就住在台灣 我先出事 我老爸出事 我出事 在這裡 是怎樣 這個土地不是我的 問這句 大家就說 台灣是住在台灣的人的 還接下來 用秘書長在講的這個 Ambassal Hotel Ambassal就是 國賓 國賓飯店 國賓飯店 是是在國賓飯店裡面的人的 大家都知道說不是 那條例就說 住在那裡 我住在台灣 台灣是我的 我住在國賓飯店 國賓飯店不是我的 你插在哪裡 插在哪裡 他 大家回不來就是 回到哪裡 所有權杖 是經營管理權 所以國賓可能不是我的 可是我沒有簽約 我在經營的 那個是管理權杖 也是我 我真的在經營 台灣的所有權杖 在這裡 日本天狼 大家說 日本天狼的 你有辦法說 說什麼 你的 就是白人的 就是日本天狼的 所以 所有權杖 管理權杖 台灣的 台灣的所有權杖在哪裡 治理管轄權 你的 美國 所有權杖 我用公司的 怎麼說 所有權杖 日本天狼 什麼人在 管理館 美國 用我們 你這陰人說 用這個 說我們人家的 簽車 說 是不是 日子美戰 是不是 這就是 你如果用公司 陰這個就比較 差不多是 是這樣 現在大家可以說 知道這個 這個理論 要從 法律 其 國際條約 去找 人家 在選 台灣是 哪裡 台灣人 對不對 那是選舉 語言 那是阿公爽的 說 哦 對 那選舉 我們不要用選舉 我們不要用感情意識 我們要 從 法律 來找台灣的 最根本的 我們大家聽不懂 對於 法律來 有人在說爽的 說爽的 沒用 不要只用感情意識 還是政治語言 有人在說爽的 那這塊土地到底是誰的 頭上這個土地 我們回回故歷史 這個土地是 滿清 滿清 皇帝的 對不對 對啊 頭上是 什麼人比在日本的 這個 18 95年 4月10日 簽這個下關條約 我 大家以後改過來 不要用碼關 因為 國際條約 在哪裡簽的 就是 他到底在哪裡簽的 在日本的 是沒有認識 就是下關 簽的條約 叫做 下關條約 不知道是 萬清是怎麼才會用碼關 你也知道 哦 那 自己購買一遍 是由 大清皇帝陛下 對 大日本天皇陛下 那 偷的所有全人 是像 風帝嘛 啊 風帝 送給風帝的啊 這樣 你知道嗎 皇帝 1895年 4月17日 下關條約 這 正式的國際條約 送負 日本天皇的啦 所以這個土地什麼呢 日本天皇 我 我說 說得更快 日本天皇 二次大戰以後 有沒有對日本天皇儲分 都沒有給他儲分 沒有給他儲分 這個土地 他的人沒有去 也是他 他沒有給他儲分 這個土地我的 你沒有給他儲分 這個土地也是我的 這樣清楚 所以 說到 就是日本天皇的啦 如果沒有什麼教育 什麼什麼開樓 什麼什麼 我等一下會再說詳細內容 這個我們有看過 這個原文 是大清帝國大皇帝陛下 即 大日本帝國大皇帝陛下 一定 一定 是法庭對法庭 這個下關 下關條約 來 日本和萬千 為了什麼 英基教育戰爭 韓國 是 為了什麼 發生戰爭的 你曉得嗎 日本和 日本和萬千 是怎麼戰爭的 為什麼會有 甲午戰爭 他都知道 因為 當時 那個韓國 穿著這港元 要吃 要抓 大行 大行 要交談 現在 看一說 日本明治維新 那時候很 很 很 星星 壯大起來 他就去跟日本說 我們不要讓萬千灌 來讓你灌減好 日本 聽到我們說 好啊 我來灌啊 因為他以前強起來了 要來灌就怎樣 請條同仁說 是怎樣 搶了 是萬千塊要搶的 是怎樣 他說 他剛才挑釁 說要比韓國館 日本答應好 但是 清條就 會被灌減 我幾個 一拜塗地 建書啊 我們青兵那個用都不用 誰說 勇士 都不用 一招就 打敗了 還想說 哦 日本 民事維新了 那樣厲害 比較頂調 調的第一條是怎樣的呢 那個 下關條約的第一條是怎樣的 來 沒有沒有沒有 我 我用這個 下關條約 都算下一條 第一條是怎樣的 中國 人民 朝鮮國 卻為 完全 無缺制 獨立 自主國 第一條是怎樣的 實在是 沒那麼獨立自主國 俗日本館的 第二條 我寫說 三個地方 台灣 平鵝 和 各位 鳳天 就是遼同半島 這三個地方 我知道 日本天皇 這第二條 我寫了 就是 第二條 我寫說 第一條 我寫說 韓國就獨立了 他負責他 中國沒有關係 因為 假如戰爭就是 韓國 建 建 建 這 台灣 陪我跟鳳天 是要賠償 軍會 的 價倉 哦 是要賠償 是要賠償 遼同半島 比較沒有 遼同半島是 清朝的 固有領土 台灣跟平鵝是 清朝的 資民地 資民地可以割讓 領土 不能割讓 來 所以 所以這 所有人就出來了 說 哎 這個 這個奉天 因為下官條約 關於 遼同半島 割讓於日本 是違反國際法 故有領土 神聖不可分割 俄國聯合法國 德國 提示抗議 讓日本 在 11月 找一杯 4月17日簽的 到11月 差不多 半島 一大星 這個針對 遼同半島 甄甄返環條約 就是遼南條約 再簽一個 叫做 遼南條約 這個遼南條約 就是去簽 說 遼同半島 現在讓日本 已經簽半島了 這個 還要 簽一簽 簽一簽 他還要給他們 三千萬 還要給日本 他們換這個 遼同半島 這三千萬 那時候 日本 只有一間 國立台學 只有一間 帝國台學 只有一間 東京帝國台學 這間 那個 修道 是第二間 帝國台學 就是用這條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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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 東京帝國台學 很簽 現在第二間 京都帝國台學 用這條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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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有看到 以前的台灣 青條所講的台灣 是跟他這樣 後面這部份 他簽不到 他簽不到 因為那是那個 高砂石 簽的地方 他簽不到 所以 日本人來 想說 全都 他的 來教材 這邊 乖乖的 都 他簽了 這邊 就 其實 反共 日本 用二十年 跟 台灣 整個 二十年 1895 到 二十年 差不多 一二零 二零一五 跟整個 台灣 後山 跟整個 日本 政府 跟 要簽了 到1895 那個下關條約 到1995 整個 全台灣 來 這個 這個很快 就是 1937年 台灣實施 防民化 內地延伸 一 到 三七到四五 來 我說一個前提 各位 各位聽一下 你都知道 日本的北海道 不要去北海道 有人去手 來 我先找人不要去北海道 北海道本來是誰的 不是日本的 愛奴族的 日本是 北海道是愛奴族的 愛奴族 去日本 把他占領 日本 有請一個美國人來 你來教國際法 國際法是怎樣 你的 便宜做領土 你要 開始 實施教育 改名 防民化後 憲法實施在 北海道 所以北海道併設 日本的 本來是殖民地 併設日本的 淫土 你都不知道這段歷史 北海道還是 日本占領的 一民地 他用 正式的 防民化 憲法實施在北海道 北海道併設日本的 一個 政策的 領土 你聽得懂嗎 他現在來台灣 他也要用一步 他北海道 併了 他 他救英國之後 他開始就實施 防民化 他三千年 開始 啊 要將台灣併設他的領土 將那個 台灣是殖民地 要讓他變成台灣是他的 神聖不可 清貫的領土 他用什麼 也是 也是這步 反民化 他到什麼呢 1937開始 改日本名 改什麼 在這個1945年 進前 台灣爭兵 叫做什麼 把你調去做什麼 滾夫 滾夫 那個殖民地的所在 不可以調兵 來 一九四五年四月 找他去 調的兵 必定是什麼 黃軍 你這樣 要先做 那個進場 是殖民地調的 是只能做兵 國際法裡面 對殖民地 不可以調兵 對你的土地的調的 才能做兵 所以那時候 把你拖去做什麼 滾夫 我們大家對滾夫就知道 滾夫就是這樣 但是1945年 4月1號 黃明化以後 所有調的兵 叫做 黃軍 就是正式 把在 冷土裡面調的兵 有清楚 所以有 有那個名字 說 黃軍 有那個 調去做滾夫 什麼 那時候 要做滾夫一順 台灣又是一個問題 這樣會清楚 來 今天要注意 1945年4月1號 日本天王下昭書 大日本帝國憲法 十四億台灣 十四億台灣料的 變成什麼 台灣是什麼 日本的 固有領土 是神聖不可侵犯的 領土 就是領土就對了 台灣開始那時候 偶派 就議員 偶派 參議員去日本開幕 這都事實 這都不可以 勉強 杜勒斯在寫這個 救星山和平條約的時候 忽略了這一點 台灣 怎麼就不可以叫我們割讓 他是領土 都 永遠不可以割讓 領土 不行 他好像 這就是證明 自衛車 他繁民化了 台灣是變成日本 神聖不可侵犯的領土 我現在說 我們大家知道 是怎麼 台灣不能被割讓 不能被 什麼中國 還是中華民國 還是外國 還是美國 他只能 佔領權而已 他不能變成美國的一州 剛才有說 能不能變成美國的一州 NO 那是人的領土 他不能變成美國 美國的領土就對了 來 四月一期的徵兵 就是變成有主權 台灣開始有參政權 有參戰權 台灣以後變成日本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如同梁王國雲霸島是大興帝國的領土 好 這是怎樣 再來 我拿這個領土是要 Portmose Portmose是日陸戰爭 日本人是日陸 羅字的羅 日陸戰爭 這個 他們叫所有人叫做 Rucia Rucia 用這個Ru 所以他們的戰爭 叫做Rucia 那也是 Rucia 那時候 Rucia的海軍很強 他那個 在中東那 那個海軍 霸權 海軍那是 那個索連的 日本那時候開始有 海軍出來的 他說好 要搶 因為 因為很多 南北的事情 什麼什麼 索連話要搶 要搶就這樣 他對那邊要釣 叫軍隊來的嘛 對 對那個 爆乾半島的腳 塞到這裡 塞一兩顆月 塞到那 日本 軍艦在那 等一 等一 一兩顆月 他 本皮 過來要 冬過來 太多 金皮力淨 來到 過程而已 叫做日本艦 一顆一顆一顆 一顆 那個索連的軍隊的政黨 一顆 都叫做日本兵 日本政黨 跟 三邊 但是怪怪的 導航 洛西亞導航 導航就要有一個條庭的國家 什麼人去調庭 美國 美國沒有出來 美國總統 那個 那個總統 我們叫做羅斯福 羅斯福是人的生命 你怎麼知道 是生命 不是李宿台前這個 這個羅斯福 那個有什麼叫做 像說你生丹 另外一個生丹 都用那個生丹而已 羅斯福是生命 大家要先做 羅斯福是生命 另外一個羅斯福總統 出來跟他說 好啦 不然你們來 美國這裡我幫你們調庭 在哪裡調庭 在 在 紐哈尹 這個 紐哈尹 那個叫做 新 漢布斯爾中 這個 紐哈尹 美國的 選總統的 第一個 那個 政権的 都在這裡 都在紐哈尹 第一個 這個 這個 所在叫做 Portmouth 這個 這條 這個Portmouth 是一個 港口的名 那個 那個所在的名叫做 Portmouth 港嘴 我們反正做Port就是港 Mouse就是櫥 好 來 這個條約叫做 普知茂斯 就是Portmouth 在那簽約的 所以這條條約叫做 Portmouth條約 我用這個 要讓你們知道 在哪裡簽約 那個條約叫做 就是在什麼所在簽約 在下關簽約 叫做下關條約 在Portmouth 簽約叫做 Portmouth條約 因爲 這碼 那你們 人家有 我上誓 還要做 民進府的官員 要知道這個 北方四島的 管理 北方四島 那又是日本的 叫所有人 撿去的 國際法律是 那又是日本的 如果上誓到 較高去班村 待會兒 我會報 在那個 官員那裡 我有上課 兩點鐘 我就會跟他們說 比較上誓 北方四島 詳細 因為這官員 一定會知道 我們這個 邦聯 應該 那還有北方四島 這個中間 那個 日本的 會收集 不要去找所有人 說 這四個都 不就來選我 好所有人 很 很台風 怎麼台風 好 選你 一般 一般 他就好 一般 我 一般 你的 我們兩個 公共來分 我等一會 給你們看 怎麼一般 這是庫月島 他分 那時候 那個 Potmouse 雕妖分一般 來 這四個都 這兩三四 這四個都 對 都說北方四島 是 這些北海道 北海道的天民 一堆 兩堆 這堆叫做第一堆 這堆第二堆 第三堆 第四堆 那所有人說 那所有人說 會開 一般 兩堆 這兩堆 這兩堆 當然不會 他如果說 這兩堆 來 現化 日本可能會接受 他以後 會開 這兩堆 這兩堆 要現化 那這個 面積是怎樣 這兩堆 這兩堆 要現化 十五群島 那一百百五公圈 這社產島 第二堆 兩百五十 他買那兩堆 一千塊 三千里 我 踢三堆的 所在 那一堆 都出來 有的怎麼比賽 那兩堆 要現日本 說一堆 那四堆 北方四島 一堆 要現日本 我用這順序 要說一堆 讓各位知道 來 開羅先言 我要說這個開羅先言 讓各位知道開羅先言 開羅先言 開羅先言 他下說 日本是中國人 偷得的所有領土 比如說 滿洲台灣朋友 應援給 給中華民國 這對 那是日本一堆 那是日本一堆 說到哪裡 也不是 那是正式 清條風地 更讓台灣 澎湖 給日本的 不是土地 所以我們以後 在說話 要稍微 日本確鑑台灣五十年 對嗎 確鑑台灣五十年 不是確鑑啦 正式人的 統治占領的 所以說過 要小心 我們現在 受訓後 民政府的公安 你講話就要整理喔 怎麼說 你 你常常要去代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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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有的做民政府的官員 都不可以說 什麼是代料 是美國代料 還是非洲代料 要去中國 就說去中國 不可以說 要去代料 那多姓 你是哪一姓 你台灣姓 就變成中華民國的台灣姓 不可以說什麼是外姓 那是外國人 關心上 你我們聽聽嗎 這個市民政府的 我們知道這個貼桌料 不可以說 那是外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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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台灣姓 那他也說你外姓 他是中國人 那就是中國人 以理相對 他是中國人 這意思 所以我們以後 有很多觀念 就要改 這個 開羅先生 我拿其中一段 來講 那個 那時候 有說 原先 由中美共館 那時候開羅會議 聲說 開羅會議裡面 有一個聲說 到時候台灣 流球 由中美共館 流球 中國跟美國 到外面 有這樣說嗎 沒有 說怎麼 第三條 所規定的 聯合國體系 美國是流球群島的 唯一治理當局 中華民國 沒想到中華民國 因為什麼呢 因為什麼呢 中華民國 他救護你已經 已經死了 你聽不懂 他 當時死 1949年就死他了 我們看到這個 南京的 他的門牌 有沒有 有沒有 中華民國的門牌 在南京 那個牌 有 有人給你們看過嗎 有 所以 這個開羅先元 古今三豪都沒有採用 所以現在他在說 開羅先元 是台灣貴官所 那個 古今三豪 我應該不要說過 古今三豪 有一條很大的教育 日本的風紀 1901 19 1901年 你看 你記得嗎 1901年 跟中國所簽的條約 一切放棄 古今三豪 有寫到這條 1901年是時候 1901年 所簽的 那時候簽很多 說的 不比你們兩條約 下官條約 1895年 是1901年 他說什麼 1901年以後 簽的條約 通通放棄 有寫到下官條約 沒有 下官條約 在九今三豪平條約裡面 他只寫說 日本要放棄 1901年以後所簽的各個條約 河浴裡面的下 所以 下官條約 那還有 有 還有 我是給你們整理一下 整理一下 台灣的實際狀況 大家知道 得黑蘭會議 你們大家問 我現在在說 一些 關鍵問題 得黑蘭跟開羅會議是一模一樣 得黑蘭開羅會議是誰呢 因為 羅斯福 秋吉爾 跟蔣 蔣介石 三個開羅會議 那時候 所有人都沒有參加 史達林說 如果 中間在那裡 你們不要跟他們參加 他們沒有來參加 所以 為了這樣 開羅會議過日 因為 卡克地開羅是在那裡 埃及 得黑蘭在那裡 一人的首都叫做得黑蘭 在得黑蘭開 叫做得黑蘭的區 跟中間接不去 跟 史達林來 他三個 內容一模一樣 你們就知道 得黑蘭會議是怎樣 你只記在安德 今天時間在過 趕快 二次大陣的 這個一定要知道就是 1941年日本天皇下召是 imperial risk 這就是 帝國憲法十四於台灣 成為大陣 這很重要的一句 這說四月齊是宇人節 把你怎麼 10月25號是宇人節 我們怎麼把它改回來 10月25日 說我說光復節 把你怎麼改做 那是宇人節 那今天就不是光復節 那是戰爭的 投降典禮 這樣而已 好 禮類就是1944年6月6號 叫禮類 禮類就是一個 ローマンティ大登陸 那個 他6月6號 沒多久 過年 要不一年 這國的導航 日本比較用 說到八月十五 來 我知道 讓國民知道 波斯坦宣言 波斯坦公告 要想波斯坦宣言 你不必知道 他來用 他的來用就是 當作 對日勸詳師 這個波斯坦宣言就是 對日勸詳師 你日本 趕緊導航 你的軍隊 我都給你便宜回去 你的工程 我都沒有幫你 你的財產 我幫你補修 什麼什麼 波斯坦宣言就是在說這裡 你只記在這裡 所以 日本 向 那個 中美英書 說的 我願意接受 波斯坦宣言 就是 願意投降 那是勸詳師 我願意接受 一下 他不說導航什麼 我願意接受 波斯坦宣言 所以你就知道 波斯坦宣言就是 就是勸詳師 我願意接受 你就叫我走 我接受波斯坦宣言 你的軍隊就要讓我回去 你的聲明 你叫我 你就叫我宣言走 我願意遵守 大家要知道 波斯坦宣言是 拍文 波斯坦宣言的 第八條 波斯坦宣言的第八條 什麼就說 尊重開羅宣言 有一個條子 我是有個手 要說一下 開羅他說要尊重 波斯坦宣言 第八條 什麼說尊重開羅宣言 這樣 我這裡都沒有 我說一兩個事情 這 我都不用說 這 這 我都不用說 這 這 這 什麼 這是 這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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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公文就將台灣人併設 1946年1月10幾號就是這個公文 一個公文就將台灣人併設中國人 中國人國際要變更就要尊重自願自動合法 這都沒有啦 我不是說這個 國際變更要自動意願合法 他都沒有了 我要再一張圖給各位看看就好了 來這個 讓各位知道一下 台灣 來 美日安保條約 美日安保條約 只有包括台灣 每日 你聽聽喔 美日安保條約有包括台灣 沒有包括金門馬祖 所以 如果台灣收工時 台灣是每日安保條約裡面 所以 不用怕 要怕什麼 怕誰來幫我們打 美日安保條約有包括台灣 這不是 我要用一個圖給各位看看 這是世界獨創的啦 雙骨獎金啦 他為什麼要 中華民國政府為什麼要用這個獎金 他怕選舉投票率 沒有超過50% 那選舉沒有超過50% 世界都沒有成人 你這個選舉 所以用很多判斷 讓你選舉的人 拿錢 什麼什麼人 大家都要出來選 春公 春公 馬英九 好 他拿 這百五千億 兩億多 蔡英文也拿 一億八千幾萬 拿一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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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人民的錢 都拿去了 這為了要 給投票率先關 我主要要說這張圖 這張圖 你們看這張圖的意思是什麼 那有什麼感想 這張圖 你看有什麼感想嗎 你看這張圖 有什麼感想嗎 對 對 那張圖是什麼國際 解讀是這樣 馬英九是讀國際法的 他如果知道台灣民政府的關係 伊拉克 美軍占領之後 伊拉克的民政府百幾個 結局 美國選一個在他們 美國成立的那個 那個 伊拉克的民政府在美國 叫回來 好 好 製造啦 伊拉克 伊拉克 我們現在 台灣民政府 生我的兒子 你知道嗎 有什麼台灣政府 有什麼美國台灣政府 什麼什麼政府 生我的兒子 我可以叫他 想要用台灣政府 拜日看美國的基領 他來接受 美軍高來 他在笑聲 不然他就用這個 這在人人的時候 這 這副總統啊 這他 在那時候 宣示典禮的時候 出這支國旗出來 他有心想要做民政府 有 有人在笑聲 他知道國際法 美軍會交給民政府 他也是在笑聲 欸 台灣 到時候美國的高鄉 是怎麼會交給我們 蛤 去 去 去美國那個 去美國那個什麼人 去美國那個什麼人 到時候 因為那個政策 美國政府 打 打那五條 我們都打過那五條 所以到時候 幾百個就沒關係 十多會交那個 所以 我跟你們講義說 你們對得到賭 不管到時候幾百個 民政府出來 他會交給林志昇 他會交給美國的 所以 到時候的民政府 就是這個民政府 啦 恭喜你們 今天我 時間不太久 說很多都不說 要用這樣 韓國會 稍微學習一個法理 我們聽到你們 法理 你們就知道 欸 到底是什麼 我是連很多都不說到 我們現在都知道 我幫你們整理 一個法理 要怎麼說 來 要說一說台灣 台灣就是對 下關條約 並設 並設 日本鐵龍 日本鐵龍 將台灣並設 冷土 不能把我們分割 什麼 另外就是台灣 就是日本 那就是 二三條 我寫說 美國來佔領的 所以主管是 日本鐵龍的 佔領管是 美國軍政府的 什麼 今天我們 可以去 融會關東 我 願意向各位 好想勉勒 謝謝大家 謝謝